请一少年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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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又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请一少年说到这里 声音略微顿了一下 又露出一丝凝重之色的说道 至于后者所需的真魔之气 则可以用来修补丘龙的封印之力 以防止其封印的那些魔魂逃出来 这丘龙封印十分特殊 不知是由什么构成的 也只有真魔之气才能加以修补 而它形成的时间太过久远 从我诞生之日就一直处于残缺之中 故而你上一次才会被夺舍 并亲眼目睹封印被冲击的情形 若是封印完好的话 此种事情原本不可能发生的 而做此事的 只是这里被封印某魔魂的几缕分裂而已 此魔魂主魂还一直被镇压在封印最深处 无法动弹 不过因为你数次努力 封印现在已经被修补了一小部分 短时间内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但时间一长的话就说不好了 而它们真正脱离囚龙的唯一途径 就是直接夺舍现在此物的宿主 也就是你的肉身 所以你若不想成为他人的容器 必须多多去寻找真魔之气 来修补封印才行 不要以为凭借一点俘虏和区区几件灵器 就可以阻挡其得舍的 一旦灵魂的主魂撕破封印出来 就算你有专防夺舍的高阶法宝在身 也无法抵挡的 而且你若能修补好此封印 我也会给你一个天大的好处 柳明听着有些瞠目结舌 半赏之后才苦笑着说道 这么说来晚辈虽然被罗侯前辈承认了 但除了知道自己可能被牺牲染肝 或者被此地封印的魔魂夺舍 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半点好处的 谁说没有半点好处 我不是说了 要给你一个小礼物吗 罗侯眉上一条 单手一排魂天杯上的黑色树木图案 面露一丝诡异的说道 这个是 柳明看着这个怪异的图案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不用多问 你马上就知道了 卢侯黑黑一笑 突然一根手指虚空一点石碑的树木图案 当即魂天杯一阵震动 黑色树木竟一下子活过来一样的 徐徐一阵而开 竟露出里面银蒙蒙的瞳孔 滴溜溜一转后 正好盯住了身后的柳明 柳明双目下意识地和树木一对而上 当即觉得自己的神石轰的一声 整个身躯一飘 竟有一种神魂脱离躯体的怪异感觉 接着附近的景色一个模糊后 其赫然竟重新出现在了 先前祭坛所在的山腹洞窟之中 而离他不远的正前方 踢表布满黑色灵纹的魔画蓝喜 赫然正双眼望着熏光地盯着他 柳明一看到此情景自然已经 几乎下意识地一瞪地面 身形便往后面抱腿而去 同时踢表挤出要害 便已布满了数层的赤胶鳞片 而与此同时 魔画蓝喜骤然身形一个模糊 下一刻 鬼魅般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单手一抬 刷得一道黑芒闪过 一个布满黑色灵纹的魔爪 便往胸前狠狠插下 其动作快若闪电一般 深处半空之中的柳明 虽然吸音绝不妙 但双手却完全跟不上对方的动作 只能仓促间将胸口的鳞片又加厚了几层 彭的一声巨响 柳明胸口一疼 仿佛为一股庞然俱力 强行吹出去一般 原本后退的身形 在这一击之下 更加是倒飞出了数十丈远 并直直撞在了后方的岩壁之上 使得岩壁之上 又多出了一个持续深的人形凹坑来 他竟然被硬生生的嵌入其中 并被距离震得一阵头晕目悬 胸口处一片血肉模糊 一时间根本无法动作分毫 结果还未等柳明定了定心神 刚想要一拍而起 眼前黑影一闪 魔化蓝喜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柳明神色骤变 暗角不好 布满林片的单手刚刚抬起 想要抵挡一二 咔嚓一声 他只觉自己肩头一凉 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传来 侧目一看之下 一条手臂竟已被魔化蓝喜 一抓之下 整个撕持了下来 并随手往旁边一抛 他心中一沉 还没有多想 身前又砰的一声轻响传来 护体刚气瞬间被什么东西 一击而破 一只布满黑纹的手掌 如利刃一般 以迅雷不及银耳的从其胸膛 洞窜而入 并刷的一声 哇了出来 带起一片血雾 柳明只觉胸口 现实一阵剧痛 当即两眼一黑的 陷入了黑暗中 他一惊之下 黑暗之中 五色霞光再次一卷 神石再次嗡的一声之后 便睁开了双目的 醒了过来 其赫然发现 自己竟仍然深处在 那个神秘空间当中 而面前那石碑上的黑色树木 正在缓缓的壁上 并最终恢复到了 一道细缝的模样 站在石碑旁的轻衣少年 则淡淡的看着他 只是面色比先前 略有一些苍白 柳明伸出双手看了看 并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唯唯以思量 便为之恍然 原来在刚才的那段 惊心动魄的经历 赫然只是一场 做梦般的幻觉而已 而这一切似乎变败 这浑天碑上的黑色树木所赐 柳明在幻境中的时间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但在此期间 与那魔幻蓝席的交丑过程 却又真实无比 甚至 其连手臂被扯断 以及最终胸口 被冻穿时的冰凉和痛楚 仿佛还能感受得清清楚楚 让其心有余悸 那一瞬间 他真以为 自己就要陨落了 这时 面前的轻衣少年 才清和了一声 解释道 感受过幻魔瞳后 觉得滋味如何 这个礼物还不错吧 此物是可以复制你此前经历的任意一场激战 并可将你的神石拉入到其所创造的幻境当中 与以前的强敌重新激战一番 竟有此等宝我 听到罗侯的解数之言 六名不禁心中大喜 要知道 再好的法术神通 秘术灵气 如果没有经过实战中的测试 是无法发挥真正效力的 一名修炼者既是平时修炼的再好 往往实战中却表现不佳 一身本事 能发挥平常的十之一二 就算不错了 若是面对生死一线的时候 甚至可能手足无措 连口诀都无法顺利施展出来 由此可见 实战的重要性了 而且一般来说 对手越强 越是在面临生死之时 越能激发人的某些潜力 甚至可能让其突破某些平静的 如果真如罗侯所说 这幻魔童能随意重复以往实战场景的话 那对提升个人实力之大 可想而知了 想要实现幻魔童重复功效 限制其实同样不少的 一是必须往这魂天碑上黑色树木中 注入大量精神力 因为幻境的存在 靠的就是精神力在维持 一旦精神力不济的话 幻境是随时可能湮灭的 越是强大的对手 所需要的精神力便越多 二是 这幻魔童能复制的东西 只能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 激战场景 其他精力是无法复制出来的 而在幻境中能复制出的对手能力 也只能是在你面前展露过的 秘术功法灵器 若有什么底牌和隐藏修为的话 同样无法复制出来 轻衣少年似笑非笑地望着柳明 又补充道 接着 罗侯又随口告诉了柳明一些魔话之后 还会有一些的后遗症 让其好自为之 柳明听完这些话 还想开口问些什么 对方突然袖子一抖之下 让其两眼便是一黑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之时 就发现 自己又重新出现在了深渊之地节点下坡的土坑中 他刚以恢复意识 当即发现 自己的身体灰身上下 剧痛无比 丝毫力气也没有 一身乏力更是被掏空了一般 降低到了极点 只能勉强维持 没有跌入灵图期而已 柳明呲牙咧嘴地定了定心神 心中苦笑了几身后 这大概就是罗侯所说的 半魔化的后遗症吧 他随手掏出几枚灰腐丹药服下 稍一调息过后 才勉强痴声着 站起身来 就在此刻 不远处的黑色山峰 突得 微微颤抖起来 接着 以一阵地动山摇般的巨响传来 顷刻见的功夫 山体表面 竟奄奄的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柳明一惊之下 连忙稳住身形 不经意间猛一抬头 却发现 高空中的节点所在 白色光幕竟也微微闪动起来 随后咔嚓一声 同样裂开了一道缝隙 柳明一惊 立刻意识到 此地不可久留 当即勉强一提法力 往黑色山脉飞去 片刻之后 他便再次出现在了 山腹之中的封印之地 此刻的洞窟之中 新元也已经 挣脱了身上的浮脸 在见到柳明突然出现后 现实一惊之下 不禁后退了几步 但在略已打练过后 又松了一口气的 开口说道 柳兄弟 你没事吧 方才柳明魔化之后 嗜血暴力的一幕 已经深深地 铭刻在了新元心里 故而现在 再次见到柳明后 让其神情 不仅有些不自然起来 心胸快走 此地快要崩塌了 外面的空间节点 也快要崩塌了 柳明大叫一声之后 目光飞快一扫 当即发现了 祭坛上 不知为何 一动不动的骨鞋和飞炉 精神力飞快一扫后 立刻感应到 这两个灵宠并无大碍 似乎只陷入了沉睡 他身形一动的 到了二者的上空 打袖一挥之下 便将二者收入皮带之中 并将大煤 跌落在祭坛上的 黄金丽氏符禄 一收而起 在一把抓起地上 昏迷不醒的嘉兰 转身往外飞去 西元自然 也已经感觉到了 山体的震动 在一听到柳明的话语后 顿时脸色大变 脸门身形一晃的 跟了上去 只是片刻的功夫 黄色山脉在颤抖当中 已经有了崩塌的迹象 两人在急速飞驰之下 不多时已冲到了山腹 再次出现在了 石灵空间节点的下方 此刻上方虚空当中 空间节点 所在的白色光幕上 已布满了 无数的细痕 后面隐约可见的 空间漩涡 也微微颤抖起来 西元大吉之下 不及多想的 全身法力 疯狂往手中的 浑原冰铁棍 狂驻而入 口中一声大喝之下 双臂一抖 浑原冰铁棍 便掀起了层层漆黑的棍影 红的一声 便激在了虚空中的 白色光幕之上 白色光幕本就濒临破碎 在这迅猛的一击之下 灯机寸寸碎裂而开 出现了一个大洞 走 柳明不加思索的 手臂一动之下 却是先把处于 昏迷之中的加兰 先扔了出去 起郊驱在空中一闪之下 便没入了白色光幕的大洞当中 轰隆一声巨响传来 柳明灰头匆匆一瞥之下 当即发现 黑色山峰 终于在轰隆的声音当中 开始崩塌 这封印巨魔之处 不知过了多少岁月 如今也走到了尽头 他深吸一口气后 就和心源同样不敢再做停留的 飞身而起 并一闪地没入到了白色霞光之中 当其二人眼前光霞一阵闪过 并被一阵剧烈空间波动包裹 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起来 一处无名的翡翠山峰上空 呼得涌现出一片霞光 空间波动一起 两道人影便赫然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正是从石灵之中逃离而出的 柳明和心源 两人刚一出现 眼望稳住身体 并稳稳地落在了山峰之上 看着眼前的情景 挥想着一路的经历之时 两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神色大为放松了下来 不管先前经历了何种凶险 他们终于还是逃了出来 总算彻底离开了那个海底框麦呀 果然还是外面的空气 闻起来舒服 心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满两笑容地说道 是啊 咦 奇怪 嘉兰怎么不在这里 直到此刻 柳明先点点头 但目光向四下里一扫后 马上神色为之一鸣 他在逃出空间节点之前 明明先把昏迷的僧女 先送了出来 可是山峰上却没有他的丝毫气息 不光是嘉兰 海妖黄明明也是从同一个空间节点出来的 此刻也是踪影全无 你是说 那个海妖黄和那个女人 是不是落在别处了 西元四下里看了看 神石扫过附近也十一正 方圆树里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气息而已 柳明略以思量 在转身看看 空中已经爆裂毁灭的空间出口后 就隐隐地 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感谢收听摩天计